字幕提供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数位线道处理器 在这个part 我们将继续介绍 类比数位转换 然后在这个part 我们将介绍 它的优先权的设定方式 那我们知道 Soc 运作原则基本上是像这样叙述 Soc 是用来定义单一通道单一转换的类比数位转换 主要有三种设定 一种是我们要选择这个转换它的触发来源 也就是说什么讯号可以来触发这个类比数位转换 第二个我们必须来选择设定 这个转换是转换哪一个类比通道进来的信号 好 接下来我们必须设定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取样视窗的大小 是几个取样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 每一个 SoC 皆是独立的 在这个 MCU 里面它支援 13个 SoC 然后它每一个 SoC 都是独立的 那接下来不同 SoC 可以设定从同一个触发源 或是同一个类比通道 这都没有问题 好 那首先我们来设定单一转换 假设我们有一个类比讯号在 ADC IN A1 这个 channel 我们希望它在 EPWM 3 这个讯号发出出发的时候开始转换 并将结果储存在 ADC RESULT 0 这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 ADC RESULT ADC RESULT 0 所以我们知道那边 0 代表说它会存在 这个 0 这个暂存器 所以代表说我们是使用 SoC 0 所转出来的 好 结果才会存在 ADC RESULT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设定 我们的 ADC SOC 0 这边是 0 CTL 控制暂存器 这边设成 4846H 主要是因为同学可以去查一下 它的暂存器的表 它就是说它这边设定 AC QPS 是 6 然后 CH S 1 L 是 1 然后 Trigger Slag 是 9 也就是说它前面 AC QPS 代表它的取样视窗多少 那这边设定成 6 那 6 的话它会自动加 1 等于说我们会取 7 个取样点 Channel Slag 是选 1 代表说你选择哪一个代比通道 那 Trigger Slag 代表说它触发是有哪一个触发 那这边 9 代表由 EP DIVEN 3 来触发 那 Channel Slag 1 代表是由 ADC ITEM A1 当作我们的输入的通道 这边有说明 这边是 7 个取样点 接下来第二个例子 假设我们希望说用 3 倍的做 3 次的类比数位取样 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 我们就用不同的 SOC 来做的动作 所以我们分别设定 3 个 ADC SOC 0 CTL 分别是 SOC 0 SOC 1 SOC 2 然后分别各填 48 46 所以由不同 SOC 来做同一个 Channel 的一个转换 就可以得到 3 倍的资料 所以相反很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顺序取样 那顺序取样就是 Sequential Sampling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做个转换是怎样 先转换 A2 Channel 接下来是 B3 Channel 再 A7 Channel 这样的顺序 那这顺序的话 当怎么样 EPWM 1 触发的时候 就会做这样的顺序取样 所以我们看到左边是怎么样 EPWM 1 的时候 当触发的时候会触发 分别是 A2 Channel 再 A3 Channel 再 A7 Channel 分别触发 那每触发完 假设先用 SOC 0 触发的时候 它不会产生中断 它的结果存在 Result 0 那接下来是 SOC 1 它会去转换 B3 Channel 然后它的结果 它也不会产生中断 最后会用 SOC 2 去触发 Channel A7 然后产生的结果放在 Result 0 然后这时候才发生 ADC 中断 所以这是个顺序取样 那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造成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连续顺序取样 也就是说这取样不会停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取样的顺序是 A0 B0 A5 然后接下去一直 A0 B0 A5 A0 B0 A5 这样的顺序的连续性的取样方式 所以这样的方式跟刚才的方式 其实做一个小小的修正 也就是说我们在触发的时候 我们看到图上最左边的地方 我们这边有个 Software Trigger 跟一个 ADC-INT 2 做一个 OR 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启动的时候 我们从 Software 这边设定个 1 它就会做这样 A0 B0 A5 这样的取样 取完之后 最后一个结果放在 Result 5 它会触发一个 ADC-INT 2 这样的中断信号 这中断信号会怎么样 再拉回原本的触发信号 造成它会这个 A0 B0 A5 这样的顺序取样会一直发生 只要你一开始 Software Trigger 完之后 它就会不停的一直取样 一直连续性的发生 这就是连续顺序取样的方式 另外一种是有同时取样 就是 Simultaneously 的取样 那 Simultaneously 的取样方式是说 我希望说不同的 Channel 同时被取样 例如说我 A0 跟 B0 那这边可以设定 2 Channel 同时取样 也就是 A0 B0 一组 A1 B1 一组 A2 B2 一组 以此类推 所以总共会有 8 组 那主要目的是希望说 我们希望比较两个信号的差异 例如说 我们透过这类比转数位之后 我们可以去计算 它们之间的相位差是多少 就必须同时去做取样 不能做顺序取样 那取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再度比较 这叫做 Simultaneously Sampling 然后既然我们知道了 SoC 它可以做各自都独立的 各自可以设定它的触发来源 各自可以设定它的转换的通道 所以我们就会发生一种情况 可能有许多的 SoC 在同一时间的奇标都被升成1 也就是说 可能有许多的 SoC 都在做转换 既然大家都要转换 我们就必须决定谁要先谁要后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只有一个 12 Bit 的 ADC 所以当有许多 ADC 被设定之后 它都要来转换的时候 那到底谁先谁后 那这边就有规则 第一种是 Run Robin 它这种是预设的方式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 SoC 优先权比较高 也就是说 照一个顺序 照一个顺时钟的顺时钟顺序轮 另外一种是高优先 也就是说 我们会设定某些是高优先 执行完之后再跳回刚才的方式 去去执行 Run Robin 也就是这个图来看 首先它一开始 它的 它的这个 Point 是设在 中间那个 RR Point 代表说 目前的 的那个 SoC 执行的 Point 在什么地方 现在只到 15 代表说它最优先的方式 最优先的 SoC 是 SoC 0 也就是下一个 那如果今天发生了 SoC 7 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怎么样 它就跳到 7 去 因为其他的没有发生 接下来怎么样 SoC 12 它就跳到 SoC 12 好 接下来是跳到 如果有 S 2 它就 SoC 2 好 照这样顺序去执行 这样的转换 那如果我们设定高优先 也就是说 左边那边是 SoC 0 到 SoC 3 它是高优先的话 那我们一开始 假设 Point 是跳在 15 的地方 它最优先是 SoC 4 嘛 代表它下一个是有最高优先权 所以它先会去 当你 SoC 7 发生的时候 它就会先执行 SoC 7 嘛 因为照顺序轮 当你这时候 发现说 你有 SoC 12 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这时候发现说 有 SoC 2 跟 SoC 12 同时发生 它应该先执行谁 理论上 它就不会 Run 这个 Run Robin 的方式 照顺 顺时钟 顺序去 Run SoC 12 而是它先跳去 高优先的顺序 SoC 2 先执行完之后 执行完之后怎么样 再跳回原本的 Point 的地方 原本 Point 的地方 原本 Point 的地方是 SoC 7 嘛 好 那 SoC 再继续往下执行 才会执行 SoC 12 所以它的顺序方式是这样 那各位同学 在这一个 Part 里面 我们介绍了 SoC 它的优先权的设定方式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 Run Robin 另外一种是高优先的设定方式 那 Run Robin 的方式 就是照顺时钟的顺序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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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你的 Point 在这位置的时候 它下一个 Point 下一个 SoC 就是有最高优先权 这是 Run Robin 的方式 那如果你设定高优先权的方式 也就是说 当你同时两个 SoC 发生的时候 会先去执行有高优先权的 SoC 执行完之后再跳回原本刚才 执行的 SoC 再继续跑 Run Robin 的方式